田徑包括跑跳支 那這是所有運動裡面都有的項目 所以叫做運動支母 但是你要跑田徑必須要出的苦衷苦 才能夠輪上人 詞曲 李宗盛 世上的任何重要度 你卻碰到我 過去我沒見過你 你沒見過 這樣的機會不太多 只能算巧合 我姓蕾叫蕾英雄 姓蕾的人應該在台灣不多 所以很多人都叫我蕾公 我是住在全世界最偏僻的地方 就是台灣 最偏僻的地方 引雲縣 在最偏僻的地方是麥老鄉 在最偏僻的地方就是雷厝村 因為我們家裡 我們那個地方 大部分都是花生為主 所以種花生樹也是我們的重點 當我長大我在寫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原來 因為我們種花生一定要蹲下 比地面比較近越好 因為它兩顆兩顆這樣播種 小朋友的話重心比較低 反而距離比較近 所以我媽媽都在讚美 我們說我們小時候會種花生 種得很好 比大人種得還快 麥老鄉的那個小孩 一禮拜六禮拜天 大部分都會到圖維龍鄉那邊去運動 有一次是 剛好我們營利鄉要運動會 我應該是高二啦 我有個學長 在練習那個一百公尺的旗袍 他有個旗袍架 那個時候旗袍架也是很簡單 他們自己做了 自己訂了兩個旗袍架 在那邊跑 我感覺很好玩耶 然後我就跟著 我玩看看我就跟著玩 他們說你可以跑接力 你就幫他跑去 結果我們縣運會的時候 我去跑接力 我們是第三名啊 我追到要跑到冠軍 哇大家很高興 連營很會跑 營利鄉的中等學校運動會 學校就幫我抱一百公尺跟兩百公尺 結果我跑了 兩個都拿冠軍 兩項都破 破到的紀錄 我們大概民國五十五年 跟菲律賓我們有交流啊 所以要去菲律賓參加國際賽 我是列入霍補第一名耶 教練是神體的教練嘛 他們數百 簽了這些例 四位全部都是抱神體的 並沒有抱我們嘛 最後一場 福仁賓 像我們已經擺 帶著佩伯要跟他們加油了 福仁賓那個教練來笑 林雄你也跑一棒 福仁賓我臨時再去換衣服啊 換一換 叫你跑 我跑得很好耶 我一直跑冠軍耶 那個教練 因為他是神體的教練嘛 教練就叫我 他誇張喔 有沒有在公開裡面講說 我連有把他在沒有 他把我腳去後面了 那個意思就有一點怕別人聽到 他在誇張喔 好啊 蕾老師 這個 來看我練習的狀況 然後呢 很自然而然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教練啊 都會有做的事情 他就叫我把手伸過去 就有類似把脈一樣 就是彈彈我的這個 脈波的心跳 看完之後他覺得很驚訝 這個選手怎麼心跳那麼慢 而且每一跳呢 就是很有力的這樣 那當時呢 就受寵若驚的 怎麼會有這樣 田徑協會在我腦海裡面 因為當時這個是 成果最高的一個 田徑的一個 檔位 蕾老師 他做事情的認真 他雖然沒有在體育的 專業學校裡面 因為他帶過了檔位 大同工學院 德民商專業 後來的 台北藝術大學 他帶了這三個 學校 都沒有 體育方面的一些專業隊伍 最多是一些代表隊 可是他投入的時間 跟他投入的經歷 是我們 體育專業學校的一些老師 因為要跟他學的 那時候到大同工學院 有一個老師 訓練一隊田徑選手 還不錯 後來就離開了 到日本去 所以他們需要這種老師 所以就列定來找我 那我去里化雞雞帶 我一照樣把大同的田徑發揚光大 我們拿了總冠軍 還拿了屬曲面臨那個冠軍牌 後來我到德民的時候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三次 我去看 我以為是他們穿金信服 穿皮鞋再上 上體育課 後來我才問他們說 你們這堂課是什麼課 體育課 我說體育課怎麼 就穿這種服裝 我們都是這樣穿啊 沒有老師 後來我一分 沒有一個專任 他說小老弟那 那你有什麼報復 你想要怎麼樣 我要跟校長提條件 我提一些條件 你答應我就來 你不答應我就不來 寫他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 穿體育課 一定要穿運動服裝 第二個 這個體育課 不能兩節排在一起 要隔天 體育老師全部都專任老師 沒有見客 結果我們第一次參加 把他們行武公專打下來 行武公專他連連九屆 冠軍啊 他們要數連霸 還賴臉他們數連霸 他們裡面有兩個三個國手 兩個正式國手 一個是那個亞青的國手 被我們打下來 哇我現在很高興死了 回去的時候 我們那樂隊就在門口等啊 推啊 慶祝啊 運動整個就起來了 組隊 這個隊這個隊 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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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配好了 我們就練 納水李老師 是一個裁判長 他看我在跑姿 擺索 一些動作 他在旁邊給我講 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認為這個教會 他是一個裁判長 怎麼那麼專業來指導我 就建議這個 淫穩 他很用心 很感動 沒有說會會 又就是 我沒有運用錢 我會拿錢給我 到大家吃飯 那我跑中場跑的密則 跟訓練 比我在服務體上的老師 講得還專業 所以我認為說 他可能是 一生當中有趣 可以階段的教練 所以我是很榮幸 所以我才有今天 在同學繼續為了 同學同學同學 因為是 有一生當中的貴女 他也會帶來 他很像 他也會帶來 他很重 他也會帶來 就是 這個 就是 他也會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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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的 我的個性 他們都講說 我很兇 其實我 我認為我很嚴格 我不是很兇的 那田徑我們真的 是說 是一種 出的苦衝苦蕾 因為它孤到無味 你要能夠忍耐這個孤到無味的這種豬味 然後你從這個孤到無味的重點 你去體會那個有味 什麼叫有味 所以像我那個長跑的人 他們可以講說 你叫他不要跑 好像不要他的命一樣 曾經說好像我第二生命 對我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我講說入女還不入女我不清楚 但是錯到我第一次沒有選上前手的時候 試完錯了好像我就沒有那個樣子了 苦 沒有事情 你沒有經過苦 你就沒有辦法體會到甜了 太嫲禮了吧 藥